这是一个关于头发的周园 凡是接触到这个女人的头发 无一幸免厄云都会很快的降临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日本的恐怖片美发师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港口的工作人员意外发现某个货柜里传出阵阵的恶臭 哥仨打开货柜一看发现里面装的全是头发 其中一哥们正在接电话的时候 从头发里面露出一张女人惨白的脸 随着这哥们的一声惨叫 三个人全都瞎叫了 饰发狂魔珊奇不仅是停时房的工作人员 也是一个超级大变态 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搜集质量上升的长头发 然后拿出去卖钱 有着一头乌黑亮丽长发的幽子 目前正在学习理发 希望今后能够成为一名职业的发型师 幽子的那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绿茶姐 也是个风尘女子水性洋花一副没有好下场的样子 绿茶姐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女儿麻美生活 因为嫌麻美爱爽爱酒 这姐们对清规女士非打击马 简直是禽兽不如 货柜里的那具女尸被送到了珊奇所在的停时房 根据警方的判断 这个女人似乎是因为上当受骗 被犯罪集团把气网给摘除了 神奇的是 这个被踢光了头发的女尸 居然会从身体的各个部位不断的长出心头发 这个现象让视发狂魔珊奇兴奋不已 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头发 珊奇把女尸偷偷的弄到了自己家里 这珊奇虽然变态 但她制作的假发还真是不错 而且很多作品还都获了奖 从珊奇的身上至少可以学到一点 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 专注是非常重要的 珊奇打开裹尸袋 发现女尸竟然又长出了新的头发 可把她给高兴坏了 晚上幽子回到家 发现她姐姐绿茶姐为了陪客人 居然把闺女麻美放到了她这 跟她合住的室友麻花妹 心地善良青春可爱 就是气氛不太多 绿茶姐给幽子留了张面条 让幽子帮着她照顾闺女几天 这可把幽子给气坏了 打电话向姐姐质问 可她姐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根本就不在乎 虽然绿茶姐没什么素质 但她闺女麻美却是乖巧可爱 而且非常有动礼貌 第二天一早 幽子醒来之后 发现麻美的身上有很多的瘀青 全是拜她老妈绿茶姐所赐 两名警察发现尸体被偷渴气坏 抓住晚上直边的山崎就是一顿胖揍 打小就受绿茶姐的欺负 现在如今长大了 还是斗不过绿茶姐 不过这幽子也不是太完美 由于过去度过胎 被她姐姐狠狠的契落了一番 搞得幽子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收获的季节到了 女士被山崎弄回家之后 开始不断的长头发 山崎剪掉头发之后 带着头发来到了某美发店 吃瓜的店主炮灰妹 接上头发之后 马上就有了强烈的反应 原来对于山崎剪掉 自己头发的行为 女士非常的生气 她猛的一发工 美发店的店主炮灰妹 就受不了了 她不仅看到了 女士生前的遭遇 而且还精神市场 把女顾客给杀了 山崎正在家自娱自乐的时候 从电视新闻上 得知了店主杀人后 自杀的消息 这时候她才意识到 这具女士有利用 头发杀人的能力 转过天 幽子上班之后 马美自己在家下捣鼓 一不留神就闯了祸了 马美平时被绿茶姐给打怕了 她担心自己会被幽子给收拾 只好拿着幽子的名片 前往理发店 途中刚好被正在寻找 头发的山崎给看到 山崎按照地址 把马美送到了理发店 见到了长着一头秀发的幽子 山崎当时就被幽子的头发 给吸引住了 用摄像机把幽子给拍了下来 为了能得到幽子的头发 山崎小说了一条妒忌 她带着女士的头发 来到了理发店 由于女士的头发确实很漂亮 店里面的女孩都非常的喜欢 幽子也拿回家了一束 吃瓜的炮灰姐 不知道其中有猫脸 当场就接到了自己的头发 这一揭可不得了 这姐们晚上回到家 就被女士发了功了 虽然炮灰姐拼命的抵抗 但最终还是被女士给干倒 晚上幽子的姐姐绿茶姐 再次来到了幽子家 翻箱倒柜 不仅拿走了幽子的衣服 连同女士的那束头发 也就顺走了 绿茶姐带着马美回到家之后 又把清闺女结结实实的 胖走了一顿 然后把马美关在了衣柜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绿茶姐和她的人单男友的 抱怨来了 女士的头发万见其发 起里咔嚓就把这对狗男女给杀了 幸亏马美在衣柜里躲过了一劫 小姑娘从柜子里钻出来 一看这场景是喜极而泣 女士一看居然还有漏网之鱼 于是便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 幸亏马美的腿角利索 不顾一切的从楼上跳了下去 这才算捡了一条小命 马美在病床上告诉警察和幽子 是那些成了金了头发 把她老妈给干掉的 两名废柴警察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这件事很有可能 跟货柜里的那具女士有关 紧接着炮灰节也被人发现死在了家里 现场一流有大量的头发 经过DNA的检测 警方发现那些头发 全是货柜里那具女士的 转过天 幽子和其他学员开始了考试 马美充当了幽子的模特 大家伙正忙着的时候 两名废柴警察来到幽子 上班的理发店摸情况 得知了山崎曾送过来 很多头发的样品 大家伙经过分析 发现最近死的这几位 都用山崎送来的样品接过发 幽子一听当时就吓坏了 着急忙慌的往家赶 因为上午考试的时候 她也用山崎送来的头发 给马美借过发 吃瓜的马美正在家练习剪发的时候 女士的头发突然从 船船机和空调里窜了出来 不一会儿 头发已经溢满了整个屋子 麻花妹一看大事不好 就想带着麻美仨子跑 可那还能跑得了 这头发蔓延的势头 比火苗子还能 转眼间就把麻花妹和麻美给吞噬 而与此同时 山崎那边也感觉到幽子家出事了 拼命的挤进屋子里 看到麻美已经昏死过去了 而麻花妹则被五花大网线走了一步 紧接着女士又开始对幽子下手了 幽子手无伏击之力 当场就运猜了 眼瞅着女一号要挂 预感到大事不妙的山崎及时赶到 把幽子和麻美弄到了车上 趁着山崎不在家 两名废柴警察摸到了屋里 并且看到了货柜里的那具女士 不过这二位可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屋子里的凶险呢 很快就被女士给控制了 山崎带着麻美和幽子回到家 看到了已经被困在头发里的两名警察 这可把山崎给高兴坏了 上去就是一顿全拿脚踢 像他这种超级变态 最烦的就是警察 那出手能清得了 其中那位看上去经验很丰富的警察 由于话比较多 打扰了山崎张牙舞爪的演讲 被山崎用头发给勒死了 由于山崎嚣张的样子 特别像当时残害女士的凶手 女士一怒之下就把山崎给拿下 影片的最后女士恢复了原貌 拉了那么多垫背的 似乎所有的怨气也都化解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日本女鬼太心穷 杀人从不着力 真凶永远见不着 死的都是冤大头